三國中多流人中,關羽的遮刑到絕對排在前五,後世人追他為關以爺。 一般例如,財人出眾之人都有些目中和人,關羽也不例外,除了大多流被和三弟將非外。 幾乎有人能夠獲得了他的佛眼,甚至有些時候,連諸葛亮都不放在野裡。 二日,及有這翁一位名將,關羽對他打心底佩服,身為都不知主的殉團。 聽到此人的名字都害下,他就是將寮,金山西索州人,和關羽算是貝外老鄉。 兩人而己相他拔帥,身處劣勢的將寮,私後投家過丁蓉,董卓及呂布。 及若有歌出多大的名昂,健安三年,呂布被曹操幹掉,將寮歸降於曹操。 這也是他人生的進捷點,此時將寮年僅29歲,早早對人才極為重視,立馬拜將寮為中郎將。 並自著關內侯,這也將寮感動的一達湖,將寮跟隨早早東征西土,立夏寮黑黑戰功。 成為早早最信念的張寧之一,逍遙津之之中,將寮將其過人的軍事才華發揮得能力盡在。 建安二十年,將寮與李典等人著手合肥,指示城中的守軍只有幾千人。 孫權得姐姐事後高興的不幸,立馬大絕實勒大軍攻城,想通過此戰證明自己也是狠留拜的。 孫權以為,自己的軍隊數倍於曹軍。閉著眼睛都能拿下合肥,絕密有失敗的可能, 成為張寮看過陣勢龐大的吳軍,下得不謝所做,如果出城營戰的話, 簡直就是找死,唯一的辦法就是堅守不出,以後等待援兵的到來。 所以,張寮經過商討,達成了一者意見,不論發生什麼事情, 都不配與孫權也共硬,或許這若然能有一事生機,指示張寮就要出來。 路績道:「你們這群貪生怕死的家伙,怎麼有戀愛在城中,既然你們不願意出戰, 那可我自己來。」 於是,張寮就召集了八百名不怕死的士兵,大丸喝酒,大丸吃肉, 準備明日與孫權展開決戰。 其他張寮非常納悶,收想,張寮肯定是老子有問題, 戴著八百人就想與十脈的軍綱像,這分明就是去送人頭。 天亮之前,張寮穿上寮海夾,唯要吸自己壯膽。 又喝了一大亂走,以後就帶著八百人奔向寮戰場,張寮以上勇猛, 不管收七二十日,上去就試養坑,手下本泥船有點害怕, 但看都老大愚者勇猛,樂心熱血沸騰,戰鬥力瞬間提高了數十倍, 指示尊權睡的正香,甚至還做著美容。 視尾已突然哭道,主公快醒醒,敵軍已經快實到凌帳了, 再不跑就力有機會了,孫權甚至過不上穿鞋,光著腳就跑了, 指示將了看到了孫權,單張匹馬實了過來。 想在此地將孫權乾掉,孫權眼見過謝陣勢,差點下哭了, 行規捕將慶死保護,最終才決險,經是一戰, 東吳軍隊的士氣受到了嚴重的打擊,尤其是主公孫權, 下得晚上都睡不著覺。 就帶人失去了,將了得姐孫權退兵的消息, 又帶人誠勝追擊,差一點就增勤了孫權。 據藝歷記載,將了榮鎮江東,只要江東的小孩晚上提哭, 父母就累月道,如果你再哭,將了就累了,你說別說。 這一招挺好寫,牌子一聽到將了的名字都下得立馬停止哭一, 孫權說到東後,只要文老百官提到將了的名字。 他就累下得臉色佛白,甚至在將了被重其中, 孫權都對他相當畏懼,甚至男兄常悟到當年被將了追實的場景, 簡直太可怕了。 謝謝,我們來自賞。 謝謝羽子。 謝謝,謝謝大家。 謝謝。 謝謝大家。 感谢观看